深夜酒吧里,这个男人正在享用自己的晚餐,他还调皮的逗玩走小女孩 这时酒吧里进来一群人,领头的白发哥正是他手机里照片上的人 接下来他潇洒的走到白发哥所在的房间,只见他快速的移动,轻松的团灭了这些人 就在准备打开电脑获取资料时,他猛然感觉门后似乎有人 毫不犹豫地立即举枪射击,打开门的一瞬间,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眼前站着的正是用餐时逗玩的小女孩,而女孩胸前也被鲜血染红一片 看到小女孩轰然倒地,让他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大家好,我是文哥,今天给大家带来超爽电影《哭泣的男人》 这个男人名叫阿坤,他是一位黑帮顶级杀手 自从错杀小女孩后,他就颓废不振,心中充满负罪感 整天以酒为生,以此来麻痹自己 这天他又接到新的刺杀任务 眼前的中国老头,人称四爷,是组织里的老大 四爷对他颓废的样子,很是不满 这次的任务是找回一份文件 文件涉及到组织洗钱的交易记录 三张照片上的人员是有可能接触者 其中一位叫林曼的女人,正是他误杀的那个小女孩的母亲 阿坤上次的任务就是击杀林曼老公拿回资料 可是在现场,他并没有找到,任务失败了 另一边,林曼同往常一样来到公司上班 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办公室里各个角落装满了摄像头 完全没有死角,他的一举一动都呈现在监控人的眼前 接到任务的阿坤来到韩国 接待他的长毛哥,简单跟他说了 这次具体任务后,便匆匆离开了 林曼现在的生活非常糟糕 不久前,刚失去自己的女儿和丈夫 还没从悲伤中走出来 母亲又患上老人痴呆,生活不能治理 心生疲惫的他,只能靠朋友给的安眠药才能短暂入睡 阿坤根据长毛哥提供的地址,开始对林曼进行跟踪 这天林曼来到警局,领取他丈夫和女儿留下的遗物 警察也趁机,有意询问他丈夫工作上的事情 因为他们正在调查,一宗跨国洗黑钱案件 但林曼是否毫不知情 阿坤来到林曼的住所寻找文件 可保险柜有深空密码,却没能打开 接着他又复制了手机储存卡的内容 这一切发生得毫无声息 林曼没有察觉出什么异常 另一边,长毛哥找到了执行者之一的朴之上 在逼问之下也没有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林曼因为个人工作表现出色,获得老板托尼的嘉奖 没过多久,长毛哥也出现在这次宴会上 他向托尼汇报朴之上的情况 原来托尼就是帮助事业组织洗钱的负责人 寻找的丈夫文件,就是林曼老公从托尼这里倒走的 医院里,尾随林曼挨来的阿坤 两人恰巧在电梯里碰够正着 却不料电梯突然出现故障 等待时,两人互相自我介绍 随意地缭绕起来 电梯正常后,阿坤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林曼从警局拿回女儿的遗物 其中包括了一部手机 偶然之下,他在手机的吊坠里 发现一张储存卡 就在他通过网络连接查看时 托尼看到了系统非法登录的提示 他立马掉转车头,向这赶来 而林曼显然没有发现 这里面储存者重要的资料 托尼火急火燎地回到公司 通过监控,他发现了储存资料的U盘 晚上阿坤再次来到林曼家 他利用林曼的声音打开了保险柜 原来那次在电梯里 他用手机录下了与林曼的对话 此时长门哥打来电话 声称账户文件在手机吊坠里 要求阿坤拿到U盘后 马上杀掉林曼灭口 回到家在林曼 看着女儿生前的生活视频 吃心裂肺的痛哭着 躲在一旁的阿坤 因为误杀小女孩的负罪感 举起枪却迟迟下不了手 而当他再次找到林曼时 却发现他已经吞下大量安眠药 但他还是开老枪 这边另一名知情者送中机准备跑路 却没有想到一辆大卡车家族马力冲了过来 连续撞击下他彻底领了盒饭 这是长门哥在托尼指示下杀人灭口 在医院醒来的林曼 朋友对他的行为一番训斥 原来阿坤开枪并没击中他 而是对准沙发空放了几枪 随着林曼的自杀住院 阿坤拿到了手机 但他却没有打算交给托尼 这让托尼很失愤怒 视野给他的期限快要到了 完不成就只有死路一条 警察很快找到了林曼 在警局里 负责这个案件的朴警官 拿出送中机和朴之上产死的照片 告知了林曼整个案件的详细情况 原来送中机朴之上与林曼的丈夫 利用自己公司合伙盗去了 托尼帮助四爷洗黑钱的股票账户文件 朴警官推测 林曼的丈夫在美国交易时必杀 接着送中机和朴之上也必杀 明显这份文件还在韩国 但林曼对此并不关心 起身就要离开 远在美国的四爷对阿坤的弊判路不可遏 决定派阿坤昔日的兄弟大飙 前往韩国杠掉阿坤 几人来到韩国 通过黑之黑搞到一批重火力武器 很快阿坤接到大飙的电话 他下了正式的战书 长毛哥也派出手下去抓林曼 此事的林曼被朴警官带到一处秘密据点 他们想通过黑客 解锁UPA里的资料 尾随安来的阿坤 发现了长毛哥的手下 他感觉不对劲 这些人是怎么知道这里的地址 很明显警察里面出了内奸 阿坤出手解决掉了领头的混混 于是他立即打电话通知林曼 警察里面有内鬼 同时用混混的手机拨通一个号码 此刻随着手机响起 谁就是内鬼 可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 另一名警察突然开枪 将朴警官射杀 他立刻拿走U盘来见长毛哥 想要换取高欧的报酬 却不料被长毛哥连刺几刀 直接领了盒饭 林曼被下头卷缩在一旁 长毛哥的手下来到了房间 好在阿坤已经赶到 一连串的快刀输出 瞬间挑断了楼楼门的手脚筋 可还没喘过气 大标组成的三人进攻小组 又开始了疯狂射击 一会儿 房间里快被打成了筛子 小胡子拿着散弹枪走了进来 自以为稳超胜卷 却被阿坤两下子就放倒 然后一个飞腿让他彻底凉了 拿到小胡子的武器 与昔日的兄弟展开了生死较量 最终在对方的重火力之下 阿坤只能负伤而逃 而林曼被抓到托尼的公司 这时外面警提大作 一对全副武装的特警来到楼下 原来阿坤处理好伤势后 炸毁了房间 并打电话报警 声称有恐怖袭击 目的就是让警察对这个区域封锁 托尼见状不妙 立马提取油盘里的文件 打算跑路走人 大彪正准备迎接阿坤的到来 他太了解自己的兄弟了 林曼好不容易在暗室里找到一部手机 刚拨通报警电话 外面的警察就切断了所有网络信号 之后他找到一把剪刀 解脱了舒服 阿坤已经悄然来到大厦 与小胡子展开了肉搏战 就在两人交手过程中 赶来支援的眼镜哥 一波无脑撒射 直接让小胡子领了盒饭 接着阿坤又制作微波炉炸弹 结果了眼镜哥 林曼在办公室无意中发现 被打印的账户资料 原来之前他第一次查看时 就被自动储存打印 他立即登陆系统 中止了托尼的转账插作 眼看就要完成交易 这让托尼非常气愤 现在再重来 一切都晚了 他让长毛哥赶紧逃命 可长毛哥还惦记着15亿的佣金 自己像条狗一样跟在托尼身边 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现在拿不到印得的钱 他果断地截裹了托尼 身受重伤的阿坤 显得虚弱无比 但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是大彪 大彪很不理解 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女人 避判组织 阿坤只是淡淡回答 自己太累了 接下来两人上演了肉搏战 虚弱的阿坤明显不是大彪的对手 好在有导演帮忙 大彪被突然掉下的灯式 砸晕过去 另一边 长毛哥抓到了林满 他痛恨这个女人 毁了自己的一切 正准备侵犯林满 女人拿起刀子 狠狠地插进了她的脖子 阿坤拿起对讲机 告诉林满 等一会儿 杀害你女儿的凶手 会去找你 让他捡起地上的枪 只要那个人一出现 就要毫不犹豫地开枪 随着电梯门的打开 林满想都没想 就连续开枪 来的人正是阿坤 他用自己的命 完成自我救赎 因为他每天都活在 误杀小女孩的悔恨中 赶来的大彪 想要杀掉林满 却被阿坤死死拉住 林满现在脑子一片空白 他失去了所有 之后他何去何从 没有了方向 好了 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 请帮忙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